剛出道的時候演偶像劇 就是這個樣子 她也不像 完全不像 現在真的是 我應該說19遍好了 變得真多 所以她其實剛出道的時候 非常非常辛苦 我們認識她 她拍那個偶像劇 都演女二 女三 沒有演到女一 好 慢慢慢慢的 一直熬… 還是女二 然後公司還換了好幾家 換了之後 換到最大的了 林志玲那一家 想說對不對 林志玲反正到大陸去拍戲 她可能可以到女一 對 還是沒有 她因為那時候 跟白白白心惠兩個人 是她們的兩個一二姊這樣子 我以為白白是她在她後面 她們是同期 對 然後很多工作來之後 就挑了白白沒有挑她 又來工作 又挑白白又沒有挑她 對 然後就說 怎麼眼睛不夠大 沒有像白白那麼大 身高又沒有白白高 然後這個什麼臉 也沒有她的甜美 所以又有人講說 那妳去弄一弄 弄得有親和一點 有觀眾緣一點對不對 後來大家發現說眼睛變大了 然後我們就問她 或是問她們家公司的人 眼睛為什麼 每次出來都有雙眼皮了 對不對 這麼大 經紀人就講說 我告訴妳 她是用貼的 我給妳發信 我告訴妳 貼 貼久了 雙眼皮就跑出來 我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們播新聞的時候 會貼雙眼皮 我貼了十年現在就變大了 那是真的 大到會鬆嗎 大到會鬆嗎 當然 妳貼雙眼皮一定有個副妝 眼皮會鬆有沒有 據說以後會 如果說沒有就是假的 我不知道 我沒感覺 也許醫生覺得 或者是以後會鬆 我知道 可是呢 運氣真的變好了 她的樣子一直變 變到 她真的有關她的傳聞太多太多 因為她變得太漂亮了 結果果然 就真的變成一姐 拍得什麼戲力人妻 都當女衣 電影 電視 通國 所以你看她以前這個節目 真的不出色 而且妳知道嗎 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有一次我跟我女兒 在家裡看麻辣先師 那是重播的片子 結果呢 後來是我女兒 在一個角度突然間說 媽媽那是隨堂 我說哪是亂講 我真的跟她那人打起來 我要哪是隨堂 我說哪是隨堂 她說媽媽就是 後來我跟她講 後來真的是隨堂 我跟妳講 她跟現在派若兩人 真的嗎 可是又紅了 氣不一樣 我這邊再給大家看 是2003 10年前 11年前的照片 我們那時候來拍我們雜誌的封面 妳看那個樣子 跟現在的那個氣 整個氣場真的是不同 這個我也認不出來是誰場 認不出來 你看 李醫師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哪一些地方變化比較大嗎 最明顯的改變其實 她是越來越有自信 越來越自然 越來越自然 這個2003年的鼻子 感覺起來好像是人工的感覺 但是現在看起來 反而是比較自然 再加上她有一個很深邃的雙眼皮 然後有一個很明顯的臥殘 所以她看起來是非常的 眼睛會放電 然後再加上額頭啦 蘋果肌啦 下巴都非常的飽滿 所以她的比例上 在臉的比例上 不只是東方人喜歡 連老外也都喜歡 所以不管她是不是整形 她都是一個非常好的範圍 好 年姐我們剛剛聽到 是李醫師用醫生的眼光來看 那妳聽說的呢 因為她常常露出一口 非常漂亮的牙齒 所以呢 江湖傳說說 她的牙齒是整口打掉 然後一顆一顆直牙上去的 整口 等一下 整口打掉 一顆一顆直牙不是很痛嗎 所以她才能夠這麼漂亮 江湖傳說 因為她這樣 現在出來都是露的 潔白的一兩排的這樣背齒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就有這樣傳言 然後呢 因為她現在出來每次拍戲 都露非常美的胸線 就是說 她的胸型跟胸線 跟以前也是大不相同了 所以她的胸部也升級了 所以龍胸的傳聞也是這樣而來的 甚至於 因為我們常常看她有拍戲裡面 有些火辣的鏡頭 或是她每次走那個伸展台做活動 那個腰是真的水蛇到 水蛇小蠻腰 對 又加上她的身高 妳不要告訴我 腰也可以作假 嗨 外面就傳說 她是把這個肋骨都抽掉了 所以才能夠水蛇到這樣 簡直是 像我們有骨頭上的一個腰水蛇這樣子 所以說有抽肋骨 好 甚至於她們說 她的腿 比一般的模特兒都要漂亮 而且大腿的地方 簡直是那個 那個雲襯 那個均勻到 簡直是像畫出來的那個大腿 不可能有人的腿這麼漂亮 也有抽脂 江湖傳說 妳看 從頭到腳都把它這樣傳 可是 隨堂她自己有出來講 我都是天然的 對 我這個雙眼皮我是貼 貼久了就變這樣子 甚至於經濟公司也出來說 沒有... 她沒有做過以上的江湖傳說 這些她都沒有做 等一下 抽肋骨 這我是真的還沒有聽過 而且我覺得 李醫師抽肋骨這件事情 聽起來就像臉上削骨一樣的驚悚 對我來講 是真的有這種事嗎 水蛇腰是每個女生都要的 那一般 一般女生的腰有的人粗有的人細 除了脂肪的部分 還跟骨架的部分是很有關係的 很多女生就是在瘦 可是還是沒有水蛇腰 因為她的腰本身就是骨架比較大 也就是說肋骨比較寬 所以在巴西很流行這種手術就是 在最後的肋骨我們會拿到 因為它本身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會把肋骨抽掉 所以你的骨架就會變小 很早身體驅幹就會凹下去 水蛇腰就跑出來了 就是我現在可以拉到的 最下面的這個地方 抽掉 兩邊各抽一根嗎 小小的傷口 然後從兩邊拿掉這個肋骨 先去把它鋸掉哪邊 鋸掉哪邊 鋸掉哪邊 是啊 那它的效果是非常好 因為的確很多人 因為骨架的關係是支痛 有我們知道的人 做這樣子的事情嗎 我知道那個李奧納多 不是 李奧納多前女友 急賽兒 急賽兒 急賽兒也需要做這種事情 老天是公平的 什麼 公平什麼 連她都需要做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想像 想得好還要更好 可是這樣這個傷害不大嗎 有沒有很長的恢復性什麼的 因為最後幾根肋骨 它是沒有什麼功用的 最後幾根 也就是說可以弄兩排都弄掉 所以現在兩邊這個黃色的 都可以拿掉嗎 那四根都可以拿掉 四根可以拿掉 不會有什麼影響嗎 不會 那叫福樂 它本身就沒有什麼肚 這個手術要多久的時間 手術的時間應該要兩三個小時 但是這個手術在國內是不合法 可是剛才有講到那個 我剛剛又聽到 我又覺得心裡比較安慰 上帝是公平的 你說他們這邊要抽紙 因為我上次有聽到一個人 一個秀導說 像我們這邊都會有蹄膀對不對 人家裡面有蹄膀肉 蹄膀肉 對…那個是真的可以消掉 這個抽紙的人 就真的是非常多 很多喔 對 這個是符合人體的 本來的構造嗎 因為東方人離型的身材 就是在屁股跟大臀的外側 特別有脂肪 然後上半身瘦瘦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在那邊 做局部的雕塑 那這個手術危不危險 抽紙不是很恐怖 很危險 抽紙…我想它 如果是一個局部雕塑的話 就沒有危險性那麼大 如果是你要把它拿來減肥 要抽出太多的脂肪的話 風險性就比較高 那據說雕塑這種 是要靠醫生的手感是真的嗎 當然 因為常常經常有很多人說 凹凸不平 很可怕 過量的抽紙跟太少的抽紙 都是不適合的 太少也不行 太少是沒效果還是不行 所以大家可以到 整形外給我 我自己消音了 所以剛剛有想說 原來上帝是公平的 原來名模也要去抽這邊的脂肪 原來極賽兒這邊也要給我抽 這個叫什麼 樂不樂 其實你不是說只有 我們這樣子的人需要去動一動 而且還不乖都沒有去動 人家大美女照樣動 我們來看看李嘉欣 香港的大美女 蔡上基老師 據說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說這邊有一塊骨頭 鼻子上面有一塊突出來的 以前沒有 這叫什麼 這一個就是鼻樑骨 鼻樑骨 鼻樑骨 聽說他有把這個弄掉是不是 面向的三根的下端的地方 我們面向學叫做 連上受上的位置 連上 過年的連 上下的上 還有瘦就是壽命的瘦 連上受上 對 三根再下來就是連上受上 這個叫連上受上的位置 對 那個位置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鼻樑骨的地方 一般有的骨型這個地方 會突然就是隆起 隆起就是妳說的有一個結 隆起的人 基本上看起來就鼻子好像是一把刀 尤其就是說鼻子的鼻樑兩側 如果沒有鼻肉的話 那就像可以劈柴的那個柴刀 鼻子是主長一個人的錢財以外 也長一個人的個性 如果說這一個骨頭的這個結凸起 然後就像一把刀的話 它的個性也就像刀一樣 它可以批人 所以它的婚姻關係裡頭 就自然不會好 因為不會好的關係 在古代的那種專有名詞裡頭 就冠上科夫兩個字 其實科夫兩個字就是說 你只要不順從你的先生 跟先生之間容易有衝突摩擦 或是你賭夫錢 在古代就被稱為科夫 但是我們應該用個性的態度 來把它做解釋 就是個性比較有自己個人的風格 然後比較強勢 然後比較飄悍 相對的在婚姻裡頭 可能就是會跟先生爭鋒相對 甚至有一些暴力的行為 不管是婚姻感情還是事業 長得漂亮的 長得好的 男的帥女的美的去求職 錄取的機會比較高 甚至還有說薪水都比較高的 還有哪一些的面向 比較會影響這一類的 那當然事業的部分 就是看一個人的額頭 額頭這個地方叫做 面向裡頭的官入宮 官入宮所管的就是職場工作 事業跟人生的前途 如果是這個額頭上下或是左右寬度 它是比較狹窄的 有壓迫的 那它的人生是艱苦的 對於人生的整個前途的過程來講 是很多的顛簸的道路 你現在舉的這個例子是一個 你覺得可能比較辛苦的例子 是 它不夠寬 不夠寬闊 反正在它實際的人生裡頭 也是走得很辛苦 差一點把自己給燒掉了吧 我燒車 還好只有舌子燒掉了沒燒掉 因為耳垂還有 所以 耳垂如果沒了可能 現在可能也不用 真的 也沒了 還好它有那個耳垂 是 還好有這個耳垂 因為它的額頭很窄 那額頭窄還好它留三分頭 所以看起來 這樣的額頭叫窄 因為它是由上往下拍 如果說它今天拍照 是比較平視的話 你會看到它更窄 它還有頭髮簡短的話 對於額頭窄的人 還是有突破的功能 就是不要讓頭髮很厚重 去壓到額頭的感覺 所以我們不應該有瀏海 額形不漂亮的人要留瀏海 如果是額形漂亮的人 盡量把額頭露出來 因為額頭是刺葉 能夠露出來的話 刺葉才能夠展現光明 可是像你講說有紋不好 誰不是年紀慢慢大了 就有抬頭紋 抬頭紋 如果去打肉肚 把它打掉就變好了嗎 我們所謂的紋就是 我們這一個額骨這個地方 你如果是側著看 橫著看 這裡有一條橫凹的橫 就是那個骨頭的形狀 然後這個地方橫的 然後從側邊看是凹下去的 你有沒有 一般有的人都微微都會有 如果說這一個橫凹紋是沒有的話 他的事業就非常的風光 而且可以得到長輩上司長官的 提拔跟照顧 因為這個額頭的中段這個地方 就是父母宮 父母宮就是看父母長輩 還有你的上司老闆 有沒有佩應你這樣 對 如果是這個地方 額頭這個地方有橫凹骨的話 通常都是不得父母或是不得長官 上司老闆的庇護 所以兩個現象 一個就是看他的寬窄 第二個就是看這個額頭的中段 橫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骨型有沒有凹進去 其實很多人就是會嫌 不管是覺得自己的運氣不好 或者是覺得自己不夠漂亮 要去整形 但是不見得醫生都會幫你整 為了種種的原因 我們下面要看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看了你可能會 真的會嚇到 在韓國的這一個 我跟你講 他更經典的畫面沒有弄出來 妳的意思是說他本來長這樣 結果後來去整 整到底這樣子還恐怖 然後再把它修復完了變成這樣 對 而且那很 太頭哥不能罵我 跟他很好 有一次小哥 沛玉清 到他家去叮咚叮咚 然後門開了對不對 他就一把就抓著那個開門的人 然後就扯他頭髮說 幹嘛在家裡面還戴假髮 他扯的是 的頭 又長得很像 重點是就是說 其實他的醜 對他來講其實是心裡面 其實他曾經想不開 我跟大家說 他因為得了憂鬱症 他曾經跑到家裡的樓頂 曾經要試圖墜樓這樣 對 可是有兩個原因讓他打開